很多人說我不會選啊 這個AI股這麼多 又怕這次選錯了 那麼回頭再來看看之前夯的ETF 那當然這個高股息ETF 最近也都通通變掉 不像高股息ETF 因為這裡面很多都是AI的股票 那大家說到底現在要選AI的這個 高股息ETF 還是來買這些全值股的ETF 那麼最近當然這波高股息ETF 也跟著修正 這個時候到底是有人說 反彈我出場還是我續泡 還是我來加碼呢 ETF的情況 挺好 沒錯 基本上我們會把高股息ETF 當成AIETF 一定是湊巧而成 就是剛好所選擇的這些成分股 剛好都是現在 漲勢極高的這些ODM廠 那基本上就是以00878 作為主要的方向 不過因為00878 這兩天才剛剛出席 你可以觀察到非常有趣的跡象 在前幾個季度 因為878目前是屬於技技配 你可以觀察到在今年5月份 今年2月份 去年11月 去年8月 這配息金額大概就是 0.27到0.28塊左右而已 但今年8月份配息金額非常高 居然來到0.35% 0.35塊 年化配息率直接衝到6.7%了 所以第一個問題是 為什麼AI股漲這麼多 它的年化配息率還可以這麼高 這就說明一件事情是 基本上目前為止 這些AI本身實體獲利 對於未來明年一整年的配息預期 仍然非常高 那第二件事情是0.35塊 我仔細看了一下 大家如果去購買ETF 我剛才發鼓勵的時候 都會有一個收益分配書 你把它裡面打開 你才可以了解 你頭當中這0.35塊 有多少是屬於資本配息 有多少是屬於實質配息 簡單來講 00878他去購買這些ETF 購買這些股票 他能夠拿到的實體的配息 有一部分是他賺價賺來的 另外一部分他人家配息領來的 這一次資本利的配息 大概是接近90%左右 也就是這一次配給你的息 有很多都是他專家賺來的 他要進行一些成分股的調節 所以首先要知道 這次配息變多 不是說他去年年的配息特別多 他去年年配息 大家早就已經知道 就大概就這麼多 所以真正的原因 是他來自於進行一些成分股的輪調 那我們可以觀察到 他本身所持有的成分股當中 第一名6.36%就是偽創 再來像是華碩 廣達 光寶科 音業達 仁寶 大聯達 所以他某種程度剛好跟這一波的AI行情 有做顯著的貼合 不過我也要覺得 如果行情持續的向上來進行拉動 因為這一些AI相關的ODM廠 本身AI伺服器占總伺服器的營收 大概只接近一層到兩層 占總體營收大概是4%到5% 所以就算給他兩倍三倍的AI訂單 都不足以撼動他EPS的大幅變化 什麼事情呢 什麼意思呢 就是你要觀察下 未來幾個季度 00878在進行新一輪成分股調整的時候 可能就會有一些AI股慢慢的被剔除了 為什麼 因為殖利率經不起這麼亮麗的表現 他在乎的是過去的配息 換算殖利率表現嘛 所以總結而言 878今年的績效實體來看 它是遠遠超過於大盤 和其他高股息的 那並不代表說 現在就要立即的進行出脫 我反倒會認為 只要有乖離回調 一樣可以進行部件 只不過你不能把00878 把國泰永區高股息 完全跟AI ETF來掛鉤 因為有一天當他股價漲太多之後 他就會把這些 現在被認為是AI相關概念股被剔除 所以你買它還是為了配息 不要為了資本利得而買它 OK好重點還是高股息 ETF 好回頭來看 我們來關心一下台積電 最近在回檔 很多人說台積電好像又到了田田價了 真的是可以再投資嗎 美國媒體現在報道說 台積電這邊加排人手 到亞歷斯特納州 那麼美國當地這個是反彈 不過目前已經看到說 台積電宣布是1221億 在德國科技政策 德勒斯登要建廠 那之前我記得這個曲播說過 其實台積電海外建廠 是困難重重的 這樣的布局你覺得要什麼解讀 困難是一定有 但是它一定要解決 這個其實每一次節目我都一直說 地緣政治的風險還是客戶最大的考量 所以客戶一定會要求台積電 給一個解決方案 那去美國設廠或歐洲設廠 當然是一個很好的解決方案 困難它根據台積電的習慣 再怎麼困難都會想辦法解決 而且我也認為這些國外廠 絕對不會沒有訂單 因為地緣政治的風險 一直都是這些外商公司 心裡面害怕的一個原因 所以把一部分的訂單 移到美國廠或歐洲廠 我認為這是勢在必行 所以我相信一定有人願意下單 在美國跟歐洲廠 至於這些遇到的問題 這很正常 就是可能會延誤它量產的時間 OK 三星現在的這個 最近同一個現在汽車 提供這5奈米的晶片 三星的壓力跟威力有多強 其實不只三星 最近連英特爾都傳出他們的2奈米 還有1.8奈米 它都有按照時程規劃在進行 也就是說 根據這些設備廠的消息 聽起來是他們都有進度 所以我一直要提醒大家就是說 大家現在看到都是台積電領先 這是事實 但是英特爾跟三星 我覺得他們要超越台積電的難度非常高 但是他們跟台積電的差距縮小 這件事情是一定會發生 所以我個人認為台積電的做法 當然就是持續領先之外 必須要能夠降低它的成本 也就是要發揮出它的競爭力 才會我每一次都要強調 我們一定要做進口地帶 我們一定要讓一些 先進的製程材料設備 封裝的材料設備 能夠本土化 降低成本 才能夠一直維持台積電的競爭力 否則等到最後 當英特爾三星跟台積電差距縮小的時候 開始要做成本的競爭 價格競爭的時候 你才有本錢去跟人家競爭 所以在地化佈局也是一定要的 我覺得這非常重要 這也是個正確的方向 目前就在做的 好 我們來看一下目前 大家在關心說台積電現在這個價位 不OK 那關注到一位知名人士 2020年3月 美股那時候觸體狂殺 這個進去抄底的這位 華爾街的抄底王 David Tapper 他就說他第二季重壓什麼 重壓Apple 重壓NVIDIA 然後重新建立台積電的部位 抄底王在抄底台積電 所以現在這個價位OK嗎 今天最低是536 我覺得從技術面看好了 因為基本面 我相信大家都了解了 就是說台積電他自己也講說 他的這個庫存的去化 可能要到第四季大概才能處理完 那所以基本面大概是無庸置疑了 那技術面來講的話 大家看他這邊做了一個圓弧頭 而且如果細看的話 這個日線圖 細看的話 他變成一個三尊頭 這個是他的劣勢的地方 那可是他的優勢的地方在於說 他已經回到前一波的起漲點了 那另外就是他現在也回到 這個半年線跟兩年線的支撐區了 所以在技術面上來講的話 我們不排除他短線上有反彈的可能 或者是橫向 嘗試橫向主底 那如果在這邊長期橫向主底的話 就跟這邊就會形成一個左右肩的一個趨勢 那以後要再往上攻的機會就比較大 所以現在就關鍵就在這裡 因為看起來他有短線反的機會 可是如果以長期來看的話 他長期的底部還沒有出現 還沒有出現 所以我覺得說你現在要做一個 什麼時候什麼樣的價位是底部出現 如果他能回到500塊的話 那是最理想的 可是不一定能回到 他可以以盤待跌 以盤待跌就是維持在530塊這個附近 那今天搶的人心又涼了 要500塊 就短線上 我是說短線上是有反彈的機會了 可是他現在因為他現在很麻煩的問題 他現在資金幾乎全部被AI吸走了 所以他有資金排擠效應嘛 所以我覺得他可能要花一段時間 在以長期來看的話 你現在要去抄底的話 建立一點這種基本的持股 那不要說一下子全部買滿了 那你可能要等一段時間 所以建立一點基本持股 然後再等它的底部完全成型了以後 再進來抄地 可能會比較適合 那資波羅反彈短線操作 台線可以操作嗎 我覺得你真的要做短線的話 還是要做AI 還是AI OK OK 好 這個 永利哥講清楚 所以台積電就再等等的意思 曲波你要買嗎 這個談AI其實 獲益最大的其實是台積電 其實說來說去 我們一講AI 都會講到那些伺服器的廠商 可是各位去看那些伺服器的廠商 你看它的毛利多低 其實剛剛我們講MVD 但是回國外講AMD 這些公司 這個AI搶來搶去 最後訂單都落到台積電 所以其實講AI概念 我認為台積電是AI概念 也是AI嘛 所以搶愛可以搶台積電 而且它是貨益最大的 好 所以你是覺得現在可以低接 我是覺得可以 OK OK 但多低較低這個就難出 廷豪你會買嗎 現在 我認為500塊有點難回去 我剛才說 現在是一個自然的 多頭慣性的怪力回檔 所以如果我們按照 景氣自然的角度而言 其實不用等到說 明年才會看到 有顯著的財測調升 這個台積電 雖然每次財測都調得很準 那基本上 我認為在今年以前 年底以前 可能就可以看得到 台積電對於明年展望 開始有顯著調升的迹象 只不過市場總是後知後覺的 才去發掘這件事情 那事實上我們從美國股市的 財報衰退來做觀察 你會發現已經結束了 所以市場只是在等 那個訂單什麼時候 會具體的下到台廠來 那從7月份 如果大家仔細去觀察 台灣整體在外銷訂單當中 在支通產品的部分 年增率是54% 歷史新高了 也就是說 已經開始有訂單開始流入了 只不過它可能流入的 趨勢要連續到三個月 一個季度趨勢之後 才會讓市場意識到 訂單已經開始流進來 所以我個人認為是 其實基本面在第三季 台灣就應該會有顯著好轉了 但股價還沒有反應 所以現在的回調 反而是一個買點 OK 現在回調反而是一個買點 這也是再加一 所以來自動駛要關於 網站的小型 還有一個工程 公施設計劃 所以要來自動駛 就要來自動駛 在私進行的 這張補充 中間的車子 其實也要在 新駛的車子 也要來自動駛 一點 我會拿着 你會拿着 你會拿着 我會拿着 你會拿着 你會拿着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